专家学者座谈 学习中共十八大报告 大家围绕侯锦涛同志所做报告 联系我省两个率先实际 畅谈了学习体会 并就报告的一些新观点 新提法进行热烈讨论 这是基于我们在 十七大体制的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建设之后 把生态文明建设 又作为我们现在的 五位体的一个总体格局 这个说明我们在建设 这个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当中 把自然和社会的系调发展 提到一个更加的高度 在讲到这个五位体 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中 我们听到了一个 非常亮丽的口号 就是美丽中国的提出 应该讲是咱们这个共产党人 可以讲对我们 中华民族的未来蓝图 不仅具有着理性的追求 也有了更多感性的描述 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发展得更好 更快一点 作为我们江苏来说 我们理应按照胡总书记提出的要求 来构造我们的一些竞争优势 比如说我们构造现代产业体系 构造现代的这个科教 文化的这个优势 使得我们的发展呢 更有先进要素的支撑 为我们的发展 如何提高效益 提升质量 提供很好的导展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表示 全省社科界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意识 带头学习深刻领会宣传贯彻十八大报告精神 更加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要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个必须基本要求 深刻把握精神实质 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阐释 围绕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加强理论研究 更好的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我们靠着创业激情高歌猛进 这十年则进入科学发展的更高境界 十年来地处东部沿海的江苏 勇敢地超越自我